國軍年度反裝甲演訓 天馬操演 二十六 二十七號兩天 在屏東方山靶場實施 而軍方罕見地排定夜間射擊 要驗證新式裝備 熱顯像跟輔助追苗的功能 夜間射擊十二發 擊中十一發 尋驗在夜空中劃過 再變成只有一個紅點 隨後精準命中目標 碎片四射 場面震撼 這也是新型拖式二B飛彈發射車 抵台後第一次實彈射擊 國軍天馬操演二十六號 罕見排定夜間射擊 驗證熱顯像跟輔助追苗的效能 夜間射擊十二發 擊中十一發 展現高命中率 新式的裝備它整合了 唯一個所謂的目標獲得系統 那它最大差異就是它的成像的解析度 可以看到在漢馬車上面 這一個正在移動的呢 就是M41A7脫式飛彈發射系統 它可以更有效的協助射手來追苗 大大提升各式脫式飛彈的發射命中率 提前落海差一點就命中目標 脫式飛彈要打準 其實沒那麼容易 因為它不像標槍飛彈一樣 可以射前鎖定射後不離 射手除了可以持續抓緊握把之外 持續追苗目標 那在藉由系統的輔助追苗砸門 來輔助射手 能讓飛彈的命中率提升 即便M41A7ITAS托式發射系統 可以強化命中率 但射手持續追苗的功力人不可少 一定要先熟然後才能夠再組 我們以後要多打 今天練習賽明天是正式比賽 還要再看明天的成績 顧立雄親自到場勉勵官兵 除了頒發加菜金 更直接對參訓官兵比讚 提升士氣 不過雖然是用新式托2B飛彈發射車 但發射的仍是縣導型托2A舊彈 至於新型的一千七百枚無線導引的托式2B飛彈 顧立雄六月曾表示 會在年底前全部交裝 記者歐榮張明如屏東報導